約完會見完面 這就是一個關鍵48小時 這也是心理學裡面研究出來的 人沒有那麼悲情 給你痛苦你就不要他了啊 我愛你就算了 真的 那你就百分之百成功 像我就會選擇愛我的人 我才會愛他 不是叫你說愛你的人就一定要愛他 你可以好好挑嘛 但你挑愛你的人你再愛他 你怎麼會不成功呢 心理素質 一定要找一個愛我們的人 我們約會之後 約會了之後如果對方約完會見完面 這就是一個關鍵48小時 這也是心理學裡面研究出來的 就如果他在這48小時他都沒有跟你聯絡的話 你就心裡先放棄他 如果他再來找你再說 但是先不要走心就先放棄他了 不要再過多留戀 我們再找下一位 所以我才說我不要我最大嘛 用雲淡風輕的一個方式去選 不要輕易的走心 不要輕易的讓對方覺得非對方不可 如果你真的想要談一個百分之百成功的戀愛 你除了有這些心理素質以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要積極的去拓展自己的人脈 你今天就是要去選你愛的人嘛 那你一直在自己的同溫層 或是一直待在家裡 你也不上網交遊 你也不用App交遊 你也不去遊戲交遊 到底哪裡會有人來 天降神兵 躺在那邊就有白馬王子 當然啦 就是你不想出去有沒有 直接面對人群 就是風險比較大嘛 但是這對有一些人 他的工作時間不許可 或者是他也比較內向 網路交遊或線上交遊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行啊 所以就再回到原來就是 你不要輕易有人跟你聊天 你就愛他嘛 多觀察然後不要就是連視訊都沒有 你就愛他嘛 當然就會無極而終或是遇到詐騙啊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態 可能這樣子的海選 可能會選到撐絲不齊的人 可是你慢慢的挑 你不要輕易的走心 不要選到這個 馬上就這個就好 你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跟堅持自己找到同樣價值 跟同樣頻率的人 你再好好的跟他相處 就不要急 所以我才會心理素質說到前面 很重要 很多人就說我就是很懶 就是不想要擴大自己的交流權 他覺得這樣走出去好懶 那你來問桃花 其實就沒有桃花啊 因為你就沒有走出去啊 今天你喜歡吃的是 欸現在盛產什麼 荔枝 芒果有嗎 也有 荔枝芒果 那你去那邊在巴拉園裡面 選荔枝跟芒果 最好會出來啦 你要走出去 你才找到你的荔枝跟芒果啊 對不對 現在想要談一個 跟自己契合成功的戀愛 最重要就是要走出去 多交朋友 還有就是 也有人跟我說他的優點是專情 千萬不要拜託 你的優點可以把這一點刪掉好嗎 這個講出來就可以了 不要內心自我認同 這一點在心裡面不要有 你可以讓別人知道說 我其實是很專情的 但心裡真的不要這樣子啊 專情是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代名詞就是 執著 對 這種執著鑽牛角尖 明明那個人就沒有多好 但是你付出很多 你就會不甘願 然後你就會是感情的舒適 因為你就把決定權 再度的怎麼樣 放在別人身上 嗯 今天你想要談一個 百分之百成功的戀愛 你的決定權在別人身上 你就不會百分之百啊 真的叫自己放鬆心情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別人也要用輕鬆的心情 大家都喜歡跟輕鬆自在的人相處 然後不要這麼的執著 沒有人每一個人都欠你八百萬好嗎 對 你也沒有欠別人八千萬好不好 不需要這樣子拿自己的 以身相許 自己的全部來還債好嗎 人沒有那麼的悲情 給你痛苦你就不要他了啊 不愛你就算了 真的 那你就百分之百成功 像我就會選擇愛我的人 我才會愛他 嗯 不是叫你說 愛你的人就一定要愛他 你可以好好挑嘛 對啊 但你挑愛你的人 你再愛他 你怎麼會不成功呢 是 對不對 心理素質 一定要找一個愛我們的人 對我們有興趣 願意花心神 花心力在我們身上的人 你再去愛他啦 嗯 可能這個你不喜歡 就找下一個 下一個愛你的人好不好 找一個跟你有同樣價值 有相同頻率的人 然後對你更眼貌愛心的人在一起 是不是你的主導權 就一半在身上 這樣努力起來也比較輕鬆啊 沒錯 是不是 然後如果他跟你不一樣價值 你就叫他改 對 他也才願意啊 他如果不愛你 他哪會心甘情願 對啊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樣啊 你可能會說 喜歡你的人你都不喜歡 或者是 level都不夠高 那你就是沒有再去認真 擴展自己人脈啊 沒錯 又回到這個原點了 你就會說 欸喜歡我都不 那就 你就遇到太少喜歡你的人了 對沒錯 你就多找幾個喜歡你的人 你就找得出來你愛的了 對不對 讓自己有很多追求者 就是你自己的本事了 這就是我們要去追求的 百分之百的戀愛的方向啊 對啊 那你覺得你自己可能條件沒有很好 沒關係 兩百個 你認識兩百個 總有十個吧 對啊 擴大係數 對 就像讀書一樣啊 你就讀不好 你就努力讀啊 那你覺得自己好像沒有 條件沒那麼好 你就認真去認識啊 擴大自己的 你認真兩百個 我就不信就有十個一定會 十個以上會跟你曖昧 然後對你好啊 是不是 希望這集看完了之後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談戀愛不是一件 這麼嚴肅 這麼可怕 真的 這麼需要去走心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很緊 一直想要自我催眠事實 嗯 成為苦情的角色啊 我們很多的會員會來問的人 都會讓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那種 我今天去交朋友 或今天認識到這個人 啊 他又不是我的真命天子了 如果你總是用這種方向去想 你不覺得壓力很大 談感情一點都不快樂嗎 為什麼不好好的去交朋友 好好先去跟他聊天認識對方 後續就自然而然的享受當下 並且讓他發展嗎 他不愛你 不想要追你 就下一位48小時記得 他不理你 就跟他說拜拜啊 是不是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真的 就換下一位 人生有很多個48小時 你的人生很長 會有很多個選擇 台灣有多少人口 2300萬 對吧 你看年輕人有多少 你都還沒有拓展出去 你怎麼會知道 沒有只愛你 覺得你無限美好的人